其實要不要查網軍 他們有沒有收不該收的錢 做不該做的事 很簡單 董哥你以前跑司法 你跟蔡清祥講 要怎麼樣查 你跟蘇貞昌講要怎麼樣查 還有你怎麼看到林秉書 你預估一下 他的案子會重判嗎 蔡清祥也是檢察官出身的 他是很利的檢察官才幹法務部長 那這個查其實也不用人家教 大家都很清楚 就查金流就知道了 錢從哪裡來 然後這個帳戶的錢又留給誰 你就知道他的脈絡 但其實脈絡也很清楚 鎮魯就是最大的網軍供應站 蘇貞昌在立法院背行的時候 他旁邊有一些幕僚 還有一些部會首長 背行了當下 那些幕僚就開始做圖 給網軍去散播 大家忘了這一幕嗎 就是丁玉雲 在立法院就這樣幹 那個時間點 就是在立法院發出去的 這個已經眾所周知 而且已經被宣報了 所以鎮魯就是網軍最大的供應站 那網軍裡面因為民進黨又有各拍戲 那我們今天講的 林秉書 因為他打了高家儀這個事情才爆發 大家才來討論網軍 但是爆料他最多當然就是馬文藝小馬 那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他跟林秉書並不熟啊 他根本不曉得林秉書跟高家儀在談戀愛啊 他跟他是前男友的關係 二十年 他既然不知道 那他怎麼會有那麼多資料 你可以想像嘛 因為他的資料當然就從高家儀這邊嘛 這個最合理的解釋啊 那高家儀 高家儀 其實只有他有辦法去看到林秉書的手機啊 所以你用這個道理來講的話 高家儀當然他會自保說啊 既然除了我之外 還有其他女性的私密道都在裡面 所以他一定想看更多嘛 那想看更多你能從哪裡看 最能夠看到的除了他儲存了那些東西 不容易看到 手機比較容易看到啊 對不對 手機可能就晚上睡著了放在桌上 然後放在哪裡就看得到 那看到以後發現誰 發現哎呀 你跟段老大既然有聯絡 對不對 手機打開就知道了 你跟國策顧問既然也有聯絡 還有工商大老 你的人脈就在你的手機上 所以手機很重要 那這些東西怎麼樣 我其實可以想像一幕 不管我講的對不對 大家可以來討論 高家儀一定是跟他的前男友商量 所以你看 我有私密道在他手邊 那這樣又怎麼樣 所以小馬才會說 我一直要找林秉書 我要來叫他把那東西刪掉 結果林秉書不理他 一直找不到 最後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找得到 告別式 媽媽的告別式 就是這樣的結果嘛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過程 其實你如果照合理判斷 他是這樣 那林秉書是 民進黨網金裡面一個小頭目 不是很大的 那你看那些錢 這兩天在替他說 他沒什麼錢 可是你看他 經營人脈 花的那個錢是很花得起 對 四叉貓只是跟他講說 我喜歡吃草莓 他馬上送他草莓是從日本弄來的 所以他一定是送 那詹洪志 詹洪志是我們新聞界全備 他為什麼要拉攏四叉貓 我說像拉攏詹洪志等等 是因為四叉貓是網紅啊 對不對 我將來用得到啊 那我花個一千多塊送他一個草莓 而且他知道四叉貓的癖 所以他講了四叉貓就覺得很感動 就覺得連這種東西你都會注意到 對不對 四叉貓有一次上電視 我也跟四叉貓上過電視 他頭髮染黃 他馬上說 哇你這染黃的頭髮很好看 四叉貓感動得要命 他說從來沒有人去注意到我的頭髮染紅 四叉貓就覺得非常感動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經營這個人脈是很細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詹洪志他怎麼去打入詹洪志 詹洪志是我們新聞界全輩啊 我們都很敬仰他 七世大師啊 他先讀他太太的書 他太太的書 王仙一 我們也是很熟悉的 他是美食家 除了什麼博焰與家焰什麼 文底很好 他有一次跟詹洪志去西班牙哪裡 然後吃飯吃到一半 突然心機忍在就過世了 大家都很惋惜 但是詹洪志很愛他太太 覺得我太太的書 既然這個人讀得這麼徹底 詹洪志在台中 開那種叫人家都讀書的那種演講會 然後林秉書從台北 坐高鐵特地去聽 你會不會感動 而且聽說他每一場都到喔 每一場都到 對不對 那你很感動嘛 感動以後 他打聽 詹洪志平常有寫一些吃的或怎麼樣 我相信中間有個構成還沒講出來 他一定送詹洪志什麼吃的 詹洪志就回送他壯年糕 詹洪志這兩天坦誠 我送他壯年糕 壯年糕是都好吃都怎麼樣 還描述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互動裡面 雖然有一些地方是沒有被補起來 但是你知道林秉書 他在硬作 那他是這個派系裡面 網經的小頭目 現在很多人要閃了 因為他裝作是大頭目 那其實裡面很多的關係就特別的特殊 譬如說柯文哲在嗆蘇貞昌 柯文哲過去當然也是最大網經的受賄者 因為他過去跟民進黨合作 他們每天網經都在造謠 造謠連聖文 什麼聖文別讓聖文不開心 什麼那些東西 是假的嘛 柯文哲是網經最大的獲利者 太陽化後他是最大獲利者 但是我先問大家 你覺得是誰在縱容我們台灣的網軍作亂 民進黨請加一 國民黨加二 民眾黨加三 我們來投一下票 他不是縱容 這是民進黨養的 他不是縱容而已 民進黨要靠網經才會當選 因為網經才能操控年輕選票 所以網經是民進黨養的流浪狗 他把它變成是一個猛犬 他現在情況是這樣 比特犬 變成他的比特犬 然後到處咬人 誰不爽誰就咬 所以你可以看他們的那種人際關係很綿密 那四個立委跟林秉書吃飯 其實最奇怪的人並不是幻淫 幻淫 幻淫雖然一直閃抖 幫他要晚年或什麼 雖然一直閃抖 但大家知道幻淫 就是三加十一的幻淫 大家清楚他的角色 裡面最特殊的人是邱承妍 他是台灣民眾黨 對 民眾黨 柯文哲一直在批人家 柯文哲你要問邱承妍 你怎麼去跟林秉書吃飯 害我現在都不曉得怎麼回答 對不對 邱承也是一個台灣民眾黨不分區的 對啊 跟三位民進黨的這個立委 是 你怎麼會搞在一塊 對啊 怎麼會搞在一塊 對啊 裡面還有一個林秉書 那你在罵林秉書 叫大家一人一信 那你台灣民眾黨的力道就沒有了 因為你的人還去跟他吃飯 所以你今天看到林秉書 他把這些東西弄出來的話 我相信外院他在操控 因為他把很多東西交給 他還可以直死的網金去操作 所以昨天講有錢 今天講沒錢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小馬手上還有掌握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其實也是從林秉書的手機上拿出來的 從這個手機拿出來 他可以提供他要的 所以他知道段老大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誰跟誰聯繫 我們每個人的手機 你如果沒有刪除大概都 被人家看到裡面 大概也都是這樣的信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民進黨政府 他知道網金太好用了 那從楊慧如事件 大家在講網金應該整治 應該怎麼樣 他們文弄不動 因為網金就是他們的金揮金 那幫他們打險戰 無網不利 他要黑誰就黑誰 大家看韓國瑜被黑成怎麼樣 對不對 那就是網金的力道 那柯文哲現在被黑成怎麼樣 因為柯文哲已經從過去的夥伴 變成現在的敵人 所以他那個角色不一樣 柯文哲也不要自怨自嘆 因為你過去就是網金最大的獲利者 而且在網路上柯文哲也是蠻厲害的 他也有一批網金在頂他 哇 他應該沒想到 他應該是來自訛的 走路 他應該是去看 我們在這次的內地 一半 他應該是來自來自封